库德洛和川普半黑白连股市剧烈震荡,投资人面对不同的贸易说法,导致股市二日大幅震荡,而苹果的重挫更削弱了全面的科技股。 道雄工业平均指数,造盘上涨198点盘中下跌300点收盘下跌109.91点或0.43%以25270.83点做收拾坦扑500指数,下跌17.31点或0.63%收2723.06点,苹果6.63%的跌幅拖累其他主要科技公司如脸书和Alphabet,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77.06点或1.04%收7356.99点,川普总统告诉记者,美国和中国已接近达成贸易协议,让股指从底部,拉回他表示两国将有一个很好的协议,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,在此之前他的高级经济顾问库德洛,告诉CNBC财经新闻网, 与中国间并没有贸易协议,目前没有任何大型计划与中国商讨,我们早已就贸易向中国提出了要求他说,我们只是进行一些平常的惯例的事情,过去也是这么做我们不急着达成协议,当被问及总统是否曾明确要求,他的高级顾问推动贸易协议时库德洛说不, 与此同时库德洛的言论与稍早蓬勃的一份报道相矛盾,该报道趁川普曾要求官员为美中贸易协议,起草一份草案。